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67集 好东西 众人沉默 一个个看向白小春时 神色内难言古怪之意 吹嘘之事人人常有 本不算什么 可如白小春这样 当着众人之灭 吹嘘的如此虚假 偏偏还是一副煞油介事的表情 这就让众人不得不服气了 再联想到 当初白小春在盛皇面前 都大言不惭的遗憾 邪黄运气好 所以没有被他绑走之事后 陈苏干咳一声 主动岔开了话题 与古天君聊起了一些修炼上的事情 其他几位也都挪开落在白小春身上的目光 相互打着哈哈 说起了其他事 不再提莲子 也不再给白小春吹嘘的机会 实在是白小春的吹嘘 他们听的都会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十万年的血链 这血链运气得多好啊 十万年都没被人踩走 毁天灭地灵伪积 他奶奶的 吹嘘没事 可能不能吹嘘的认真一点 起个含蓄中带着说话的名字也行啊 偏偏这么直白 按照他的说法 估计他们那里若有天龙鱼 名字一定是星空无敌 仙界至尊 天地无上天龙鱼 最夸张的是 那五十万年的仙骄 该死的 就没听说过 这辣椒这玩意儿 还有五十万年的 众人心底富匪 不再理会白小春 白小春心中得意 傲然地横扫众人 心底哼了一声 琢磨着弱论吹嘘之事 自己虽然以前不会 可只要稍微动动脑筋 就能吹死永恒大陆 没过多久 陆续的不少圣皇城的修士 纷纷到来 就连那位钓鱼钓了一百多年的海臣大尊 也都兴致勃勃的来到了皇宫 在看到白小春后 哪怕他们心中对白小春很是不屑 可表面上还是露出笑容 更有一些收过白小春天龙鱼的家伙 上前还寒暄了几句 可他们骨子里的轻视 那种认为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之意 隔着笑容 白小春感受很是清晰 不过对于此事 白小春在圣皇城的这段日子 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排外 白小春说不定还会不适应 习惯了这些人说话办事的方法后 白小春也脸上带着笑意 一一回应后 对于那些来寒暄之人 也毫不吃一的抓住机会 吹嘘之言张口就来 不多时 当皇宫广场上几乎作物虚席后 有钟声回荡 众人纷纷安静中 圣皇的身影从大殿内走出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在出现后 众人全部齐身拜见 都坐下吧 今日连夜 本皇将与诸位一同享用先连 圣皇很是随和的坐在了上手之位后 目光扫过白小春时 笑容依旧甚至还点了点头 众人齐声谢恩 这才一一坐下 白小春也跟着大家一起 此刻坐下后 眼巴巴的看着圣皇 对于接下来要品尝的莲子 很是期待 没有让众人久等 眼看落座 圣皇寒笑中 右手抬起 向着四周一挥 顿时浩荡天地 风起云涌间 有一只大手 在苍穹上幻化出来 这大手散出神圣之芒 更有让白小春心惊的威压 在扩散中 于众人的目光里 这只大手 木然落下 直奔天池而去 向着那些 破出水面的莲棚 直接一扫之下 顿时这些莲棚 竟自动盛开板 从其内 飞出一粒粒金色的莲子 至于那些莲棚 只是莲子被取出 没有被破坏太多 随着莲子的消失 慢慢的重新沉入天池中 那些莲子 大得如同拳头 小的则是核桃般 数量不多 只有几十粒 被那大手一把抓住 出现时 移在了圣皇的面前 数十粒莲子 散出金芒的同时 更有浓郁的香气 扩散八方 隐隐的 净使得四周出现了西雾 远远一看 仿佛皇宫 化作了仙境一样 那香气散入众人鼻戒 让此地所有人都精神一阵 白小春 更是用力的吸了几口后 只觉得体内的修为 比往常要活跃太多太多了 陈苏天尊 古天尊 周天尊 三位天尊守护我圣皇朝 没有你们 就没有圣皇朝 本皇曾言 与众人分享天下 区区先连 也当如此啊 呵呵呵 圣皇的笑声传出 在古天君三人 起身一拜的同时 赫然由大半莲子 直奔三人而去 天王守朝 主公辅佐 本皇誓言里 也要与诸位分享天下之愿 自然当此 圣皇再次挥手 又有一部分先连 飞向四周七八人 每一个拿到莲子之后 都起身一拜 此刻第一批莲子 漂浮在圣皇面前的 只有五粒 大都是略小一些 最小的 似只有大半个核桃版 明显有些青色的样子 白小春眼巴巴的 看着那些莲子 一下子少了这么多 连续两次都没自己的 有些急了 眼蝉中昂首挺胸 争取自己这里 能让圣皇注意到 我也是公侯啊 白小春正琢磨 怎么去提醒一下圣皇时 圣皇目光一闪 看了看白小春后 略一迟疑 右手一挥 于等公侯 于我圣皇朝立有大功 自然也赏 顿时 圣皇面前的五粒莲子 立刻飞出 直奔四周五人 白小春也在其中 看着飞来的莲子 他心中很是振奋 可当他看清 于抓住飞来的莲子后 却是皱下了眉头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 他拿到手的莲子 正是那粒最小的 如青色眉鼠一般 实在是圣皇一想到天龙鱼的事 对白小春就没丝毫好感 可白小春的身份摆在那 为了让通天世界修饰归心 圣皇哪怕心底不情愿 可脸上笑容依旧 还是赏赐了一粒莲子 收日仙莲四十九枚 没有拿到莲子的爱亲莫要心急 但凡有功于圣皇朝 必有赏赐 圣皇微笑 整场连眼 他不需要全部在场 此刻又勉励了几句 其身离去 随着圣皇离开 宴席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但凡是拿到莲子之人 身边都有不少来道习祝贺的修士 沸沸扬扬 小声回答 白小春也是围了一些人 他们看到了白小春拿到的是最小的莲子 心底耻笑 可却不显露出来 依旧道歇 白小春心底有些郁闷 可也没办法 与众人敷衍几句后 看到有一些人已经将莲子在这里就吃下了 于是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莲子 确定无碍后索性直接扔在了口中 这莲子入口就化作芳香 瞬间扩散全身 很快的白小春就感受到身体内似有一团火焰 骤然爆发 扩散全身后 游走所有经脉 整个过程虽只是持续了约摸十多息的世界 就消散的干干净净 可白小春却明显感受到 自己的修为 竟在这十多息里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直接攀升了一劫 虽还没有突破半山后期 但这精进的程度 已经超出了天龙鱼 这么厉害 白小春深吸口气 目中带着吃惊 他尽管之前判断这莲子奇小 可却没想到吸收起来 只需十几息 而且这莲子没有半点杂质 更是与修饰契合到了极致 如果换作丹药来算 将是没有丝毫单独的绝品丹药 再有十粒 用不了那么多 再有五粒 我就可以突破半山后期 白小春内心火热 这莲子的药效 让他的心脏跳动加速 满脑子都在琢磨 如何再弄几粒莲子 直至这一天的宴席结束 白小春回到家里 也都坐在那里 冥思苦想 圣皇是不可能再给我了 不过这天池内的莲棚 大把大把的 可一旦被抓到 那事就大了 除非我能想个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走 白小春 敲了敲额头 心底着急 实在是眼睁睁看着 天池内大量的莲子 哪怕没熟 可那也是莲子 但偏偏只能看 不能吃 哎 我就不信了 鱼我都能吃个几千条 这莲子 还能难住我 不成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